就其實聲音最難訪的 是一開始我們租那個分租 因為就是他的門牌是一個 但他可能隔好幾個都是親隔間 那根本有隔音可言 我以前住那裡真的 我隔壁就是也是住一對情侶 然後我每天都是在聽 用聽的在聽那個 有點像類戲劇用聽的 為什麼 他們吵什麼我聽了一清二楚就算了 我就開始譬如說 聽到男生回來了 不知道兩個在齊齊處處什麼 吵架了 為什麼我知道吵架呢 你就開始聽到那個重物掉下來的聲音 書還是什麼櫃子 然後再來玻璃 這樣子 然後後來就聽到腳步聲 男生出去了 然後再來就聽到那個女生 女生來回舵步的聲音 然後女生開始打電話 哭 哭沒多久 外面大門的聲音 男生又進來了 然後又和好了 又和好了以後 然後就趴趴趴趴趴趴 晚上就 每天 每天 這最煩的還有什麼 你知道他這樣就算了 因為他們床很靠牆 要省空間 我也是穿衣鏡也靠牆 就震到那個 我睡到一半的時候 一叫 叫到我都習慣了 我現在就 就差不多了 我睡了 那時候我穿衣鏡被他震到掉下來 然後那個鏡子就破了 那我想說完了 這鏡子破了 好像是什麼不好的事 要不要換 還來不及換鏡子 我那時候本來有個曖昧對象 本來想說一定要想辦法 把約到家裡更可憐 跟他尬一下 對 結果 沒有 那個曖昧對象就這樣 就無疾而終了這樣子 永遠都是這樣 你自己假裝 他如果他們在幹嘛的時候 你就自己 你把你還床掉 其實有的時候 惡靈居是不是惡靈居 是要測試出來的 其實如果你第一時間 你就去敲門 然後稍微跟他說一聲的話 我們大部分的人 語氣都是還不錯 你說他叫到一半的時候 我就叩叩叩叩 沒有 我們就常常聽過 吃宵夜啦 隔壁的在覆蓋 那邊叫一叫 這邊也放A片 可是你在房間講 他應該也聽得到 你也不用出面 你沒有隔音那麼差 你就直接喊說 小聲一點啦 不過在吵架的時候就 這有什麼好吵的 對啊 那可是如果說 你一開始就去做溝通的話 你就不會一直忍耐 但我們看到很多人 比如說 像我有很多學生 那他們就聽到這種噪音 他就會把耳機就帶起來 然後你就開始就壓抑了 那我有遇過很多人 他就回家去跟父母告狀 然後後來就 對 那刀到最後可能都會變得很複雜 是 所以如果第一時間 你就可以去跟鄰居溝通一下 你搞不好 他就覺得不好意思 所以不要忍耐到 讓自己語氣變成 其實自己也變成一個惡鄰居 是 但有在談到現在 大家對於噪音 真的是 會影響到生活平衡 當然 很嚴重 很困擾 所以我們今天針對這個東西 也做了街坊 我們來看一下 噪音不斷 噪音干擾 比較厚臉皮的 求會亂叫的鄰居 每天四五點的時候 就會播那個新聞 很大聲 每次叫新聞 不是鬧鐘 就是那個新聞 招請查來 沒有用 借一些 來我家借衣服 就問我說 那你們還要用嗎 如果不要用可以給我嗎 蠻傻眼的 為什麼不還 家裡養狗 然後有一次 他就帶他們家的那種小狗 然後帶到我們家頂樓 帶去上面撒尿 太誇張了 放鬆他的小孩 站在門口哭鬧 還沒有穿衣服 最近兩三個月都會這樣 放很大聲音樂 然後我整晚都不用睡 這樣子放什麼 老哥 難聽到爆 他的狗會隨時隨地的一直叫 最晚會到11 12點 大家從我媽媽媽 偶爾也會回覆我 這個噪音 很恐怖 對啊 而且他好想知道 他什麼難聽好難 老哥 對啊 該不會是我的 而且我也想知道 放鬆小孩沒穿衣服 那個小孩幾歲 應該很小吧 如果十幾歲 你才十幾歲嗎 十幾歲就會一直去關心他 弟弟你還好嗎 沒有 我上次不是說 有時候晚上睡覺 會碰到那種貓叫唇的 有 有 那個大聲大到真的 那個會受不了 半夜三四點 那真的很難受 比叫唇聲還難受 對 因為叫唇聲你還可以享受 享受 我也是 那貓的那種 貓叫唇 貓叫唇 真的是很可怕 對 我就有天晚上就突然 我上次不是有講過 就突然就聽到 有個人就 這樣 貓就不叫了 還是他找到對象 對 對 就不叫了 那剛剛Vixia裡面有談到 厚臉皮的鄰居 接衣服 不還的那種 對 接衣服 要跟鄰居接衣服好怪 我也覺得很奇怪 柴米油鹽醬醋茶 就還滿不錯 那衣服 我還遇過 借衣服這滿奇怪的 我遇過借椅子 借椅子 就是他 因為家裡滿小 他不會有賺 然後突然什麼 要打牌還是要什麼 椅子不夠 跑來問我們家 就是有沒有椅子可以借 然後還有的真的是來按說 那你有沒有空要不要 就是一起打牌 然後我說這幹嘛 就三缺一 對啊 三缺一的時候真的很難熬 對 然後我就想說 好 我就 好 我就把你的錢淫光 讓你沒辦法再租房子好 妳想好多 妳就真的去打 沒有 我有去看一下 妳沒有那麼熟 我有去看一下 他滿隨和的 沒有 我看他們來 約我得人的長相 對 隨和是好聽的講法 不好聽是隨便 隨便 我們講到那麼多 惡鄰居的行為 還有第一名 還想不出來是誰 第一名的 沒出來對不對 希姐 有 比這個借彩米油原醬醋茶 更嚴重的就是 請我幫忙接小孩跟領包裹 有高達85萬的網路討論聲量 網友說我又不是你在管理文 你又沒有付我薪水 然後另外就是網友會覺得說 把這種順便當隨便的感覺 真的是很不OK呢 好會耶 我遇到的不是接小孩 那但是我遇過是 我那時候後來 後來買房子了 然後買那個房子 是有前進後院 就是台北著名的社區 前進後院 然後後面 他是不能往上蓋的 後院 然後但是我想說 用玻璃屋蓋著 其實也算違規啦 然後那時候我想說 蓋著沒關係 就我二樓離去來了 這樣講了 那個拆除大隊 現在不會有 現在是急報急拆 不過現在不會有 然後他叫我 我在窗的時候 他就叫我說 你可不可以蓋成石的 他也想往上蓋 我想說哪可能 那我這樣蓋都可能被抓了 你再往上蓋 一定馬上被爆啊 然後我就沒有答應 結果蓋好玻璃屋對不對 三不五時就會有香蕉皮啦 西瓜皮啦 什麼果皮啦 泥土啦 垃圾啦 我就只好拿水管噴 噴完以後又來一批 故意的 我覺得是故意的 但是我沒有跟他吵 因為我就講說 藝人真的很難跟他吵架 我講他很過分的是 還有 他就看我裝我的美美的 然後我的前面 我就沒有搭出去 因為前面大家看得到 你搭出去你就會被告 很明顯 我就沒有搭出去 但是是一個空曠的地方 我可以停車什麼的 他跟我講說 我家二樓也要裝 跟你一樣的窗戶 可不可以借我搭鷹架 他說一兩禮拜就好 那我車子是不是要從鷹架中間 我停在那邊的時候 有一天我發現我的車 上面是水泥 水泥掉在車 然後連著那個玻璃這樣下來 我就跟他 我馬上跟他講 我馬上跟他講說 那個水泥掉下來 弄到我的窗戶 他說 抱歉 他還用吐的把我吐掉 玻璃就刮花了 但是我連幾天都要拍 我又不想去保養場弄 然後我就說 算算 沒關係 他說 你真的很好欺負耶 他說我包 我包紅包給你 六百 起碼要六萬吧 你那個玻璃耶 你應該是跟他講說 你這個滴到了 然後我會送去專業處理 然後我報價單 我再寄給你 我沒有想過這麼麻煩 還有這個車 我也想說算了 還有一個魚池 我自己挖的魚池 家裡是有三百分 你這樣是很大是不是 然後他前後 前後院很大 他連水泥都掉進去了 所以雨就翻肚了 整片翻肚 然後我就跟他講 我就跟他講 他說 不好意思 然後重點我把這隻拿去買 對不對 我回來 又一批翻肚的 我就很納悶 對啊 我就說他在聚寶盆 我就很在納悶的當下 你趕快丟錢進去 他那塊會講 我有行李 我剛才去買一些魚的行李 我魚池還沒有欺你 還我幹什麼 他的魚又死掉了 是不是 我覺得你真的很好欺負 然後 當然這件事也就算了 我也不能怎麼辦 對不對 然後 然後他之後 有送我一個禮物 我其實一開始還滿開心的 我覺得 也是真心目靈 對啦 但是那個禮物打開來 有庶名 不是我 他 轉送 是他的名字 轉送 那我說那你把這個 這個名字很瞎 他很瞎 他真的很瞎 這個不用專家舉牌 我都說你有問題 我都還沒有 我都還沒有把他停車的事情 因為我那個車子要出去 他要把我停的 這是不是超級 我從小看你演戲 都不知道你人這麼好 其實我算很好欺負 我真的很好 等一下 為什麼是從小 這典型很沒有界限 因為通常 你如果第一次的時候 你要告訴他你的底在哪 那現在鄰居相處很容易 如果我沒有發現 這個人的底線在哪裡 我就會一直往上踩 真的 我有點 我有點像那個專家剛剛講的 我有想過 因為他的車 他的車就停在我門口 然後其實我門口是一條紅線 我可以打電話叫警察 我們以為你要想什麼 這個我都可以幫你打電話 好 我都不會對付人 實在是我 我沒有辦法去想像 我可以怎麼去對付一個 要是你會怎樣 好啦 要是你會怎樣 把車砸了 那不行 砸車 這不好 你就包600給他 先包600 包1200給他 然後再砸什麼 你給我1200幹嘛 因為我要砸你的車 不好意思 砸了耶 我要砸你的車 我覺得最好方式 應該就是他去維修 把維修單跟他情緒 我覺得剛剛那個 找第三人作證 比如說鄰居 其他鄰居 稍微做個證 然後拿個報價單 然後就讓他知道 其實你是會 要求他賠償的 這種事情其實滿重要的 整池這裡 雨你也沒跟他求償 其實我因為 因為我當時的認定是 他不是故意的 這麼多次還不是故意的 應該不是故意的 他應該就是覺得 水泥掉下來 應該不是故意的 我覺得他就是 他的鷹架 我們朋友來我們家 因為晚上 還沒有開燈的時候是按的 劉志安出去 因為太高了 撞到鷹架來流血 對啊 那不是一兩個禮拜嗎 他搭了一個多月 請期待 互動式 綜藝 快快來訂閱 按下小鈴鐺喔 小鈴鐺喔 小鈴鐺喔 哈哈